这个不知道是以前的那个鸡丁米线吧 我记得我之前呢好像是在这上班了 有一个反正是麻辣鸡丁米线 后面的那家米线呢 是我17年还是18年 好像上班的地方我记不起来了 反正我是在这里边上过班 好几年了这个印象都不深了 全是很小的 你看这里就是一个商业节 典型的商业节 这就不是旅游玩了 其实就像咱们过年一样的吧 每天都很热闹 卖什么小吃的 你看那司徒都是卖这种小吃的 全是一条商业 这边年轻人还是非常多的 不管是女生呢 或者这个男生呢 还是非常多的 大家如果想找个对象或者干嘛呢 没事可以在这边搭讪一下 其实还不错的 这边年轻女士还是比较多的 这边呢 这边呢就快走到头了 马上到头了 前面那边又是个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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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的安静走到头了 前面的话也可以看到 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牙字还是什么呢 牙前街好像是 没了 好了本期视频呢 也带大家看了一下我们许昌的这个草卫古城 许昌的草卫古城呢 就是一条这个商业街 这边呢 靓女靓妹其实很多的 知道吧 所以说单身呢 那是可以在这边聊一下妹干嘛的 其实还是不错的 这边的小吃呢 什么呢 都是非常全的 包括你顶着这个小孩呢 来这边游玩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人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正道的一个 这个商业街吧 也算是一个这个 我们许昌著名的这个景点吧 知道吧 桃卫古城 不过现在这个古城呢 我看着就不像古城 知道吧 可以说就是一个卖东西的 知道吧 不要错过 主要就是商业性的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商业性的这个草卫古城 知道吧 所以说大家就是想过来玩的还是不错的 明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